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我没想到 对啊 这是夸人的你 我觉得面带忠厚内藏奸诈是不错的 你说最惨的是面带奸诈内藏忠厚 那就是我呀 那就是我呀 面带奸诈 没错 这年头表面跟内心 我觉得有个简单粗暴的判断方法就相反 对吧 所以我见到他呢 我觉得蛮表里如意的 那其实那像郭美一个内心比较丑陋的 对吧 郭美你这个意思吗 不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表里如意的 郭美是直嘛 他是比较直 但是你知道我跟他怎么认识啊 我们啊前几天就我跟一老哥我们一桌吃饭 对 他就坐在我旁边 你知道吗 我以为他是我们那老哥的保镖 结果他上来我是 我是慕容雪村 我长了一副杀猪的模样 长一副杀猪 然后你知道聊啊到最后这个饭 饭桌上他就这个热火朝天跟人聊 主讲啊 你知道我就跟我旁边这老哥感叹 我说老哥咱们这个没微博的啊 现在已经彻底出局了 你们out了 你们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 就他们在饭桌上说的 就微博已经是他们的一个世界了 你知道吗 实际上那个深圳有报纸叫惊报 他那个主编叫胡红侠 他就同学啊 对啊 大侠就讲过这么一句话 就是你作为一个新闻人 啊你不上微博你算什么新闻人 这微博的现在影响力真是有这么大 而且呢他因为这个微博呀最近还招骂 可能不招骂也就不叫微博吧 他为罗鱼凤说话 这个罗鱼凤呢就是前两天呢就是 T23这个动车事故以后 他就发了一条微博 就是大概当时是死亡名单四十几个 他说这四十几个人应该在死之前都应该听说过罗鱼凤的大名了吧 对对对 这样他们也算死得其所了 对对对 主要言论就是这个 这事很出名 所以我还研究了一下刚才他们给我找的啊 说说罗鱼凤最新的微博 我很喜欢赖长兴 我希望他在临死前说一句 我爱罗鱼凤 光美你也知道这凤姐吧 当然知道 他很惊人啊 粉丝一百上百万 一百四十多万 一百四十多万 但是就因为发了这句 就这个这个言论之后就死得其所之后 然后他的粉丝每天就掉了几十万 而且我看这大家就有人号召他 就说就说像咱们这样都不好 就说不助长他 就是连提都不要提他 就是不能让他得了逞 但是你反倒就是有人说要封杀他 然后他说不要封杀他 所以人们就骂他 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提议是特别好的 就对待罗鱼凤这种人 最好的态度就是你不要理他 越理他他就是他越叫 但是呢我也反对是说 就是新浪来删除他的账号来封杀他 我觉得那也不对 实际上我觉得他 是这个话你说这个傻不傻 这个话真傻 你说这个话贱不贱 这个话真贱 但是他有没有傻的权利 他有没有贱的权利 我觉得他有他没有犯法 但是要求他大是大非 我们这个民族啊历来爱讲这个大是大非 讲大义 你发现没有 就是说觉得平常时候你这人调皮捣蛋 但是在某些时候 你知道我不用再想起 你提出一个很坚弱的问题 我不用想起一件事 我突然想起来 这个四川大地震的这个时候 在这个就是冯小刚还有什么很多人呢 就是就是张国立他们 反正和一起合作呀 在四川电视台 当时组织一个赈灾晚会 组织一个赈灾晚会啊 也请了我去 还有什么我们的好像哥辉就都去 后来在后台啊 这个是冯小刚还是谁啊 跟我聊 我就发现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他说你知道吗 别人来都没什么 你来的时候啊 我们这有人这个议论过 说这个窦文涛啊 感觉平常嬉皮笑脸的就是这么一人 看着不叫好人啊 看着不像好人呢 就不像正经人说他来了 他要是干嘛 嬉皮笑脸那怎么办 说当时冯小刚就说 说你放心 这个场合 没有一个人来了 他会做这个嬉皮笑脸状的 你看啊 这我就想起你说这个罗 罗一凤这事就某些时候咱们觉得这么大的灾难 应该举过什么激愤或者举过挨痛 是 但是出这么一个怪胎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要不要杀了他 或者什么呢 我觉得他的言论是绝对的不恰当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号召大家要取消关注他 我觉得这个行为又有一点点太给他面子了 因为我这样讲吧 罗一凤他从来有谁把他当成一个模范 当成一个楷模或者是一个学习的目标 他虽然有一百多万的这个粉丝 我上周我终于上去很耐心的花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我除了看了他的微博之外 我还看了他粉丝的留言 我觉得粉丝的留言代表的更大多数人对他的一个看法 就是我觉得这些人上去是纯看热闹 而不是真正的去拥护他或者去粉他的人 其实他就是一个生活中的小丑 就是一般的小丑在舞台上表演 他是把我们这个世界 或者把微博这个世界当成他一个舞台 他在上面扮演这个小丑 你知道小丑他是可以说错话的 你记不记得最早的时候在温泉大地震期间 但是不是全国哀悼日 沈阳的有这么一个姑娘 因为那天网吧都不营业了 他大概是在玩游戏可能谈男朋友 我估计是这样的事 他不能上网不能去网吧玩了 然后特别愤怒录了一个视频15分钟就在骂 后来这个姑娘好像被拘留了15天 我听说过 但是我觉得拘留确实是过分了 你觉得仍然他有一种言论的权利 事实上他讲这个话以后 这是全国共讨制 全民共讨制 全军共讨制 全党共讨制 共读制 对对对 大家都在讨伐他 对 其实我觉得这种批判还不够吗 我觉得这已经足够了 好比说全民搜索郭美美 本身也相当于他受到的一种道德刑罚 对对吧 而且你就刚才咱文道在后边 就听咱们聊聊聊 文道问了一句 说这个罗玉凤在背后 他是个明白人吗 然后你看我们这小韩就找找找找 就像你一样查了很多明白人 因为说他这个微博奖 你看他是他 我是从9岁开始努力阅读每一份读物 18岁确立第一个职业规划 20岁写诗 20岁实习 21岁教书 23岁用教书两年的钱到上海 24岁开始炒作 25岁用炒作的名气 加炒作的钱到了美国 谁想学 一无所有 穷得叮当响的人 这么一步步走过来 难呢 你还说没人学的 他说我呀学不了 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我觉得他罗玉凤的 也值得赞赞之处 第一 在这个社会里边 他没有利用权力 没有跟那个权钱勾结 没有这些东西 他也不用这种 你比如说这个性贿赂 当然可能也不会有人找他 你都能帮他想出这招 真不容易 也没有这个 就是他基本上就在扮演小丑 靠扮演小丑 出一点名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态度 那么我再问你一个名人 你觉得他跟芙蓉姐姐怎么样 芙蓉姐姐大概网上有人这么评论 就是凤姐跟芙蓉姐姐两个人的比较 就是芙蓉姐姐长得稍微还有点人一样 就大概他们俩区别在这里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人呢 我一般就叫他们就叫无聊贩卖者 就他实在没什么可卖的 一论没有无貌 无财 无德 什么都没有 干什么呢 卖什么呢 你总得也带东西卖吧 卖无聊 但是听说 听说最近这个芙蓉姐姐好像 是不是转变形象 人家减肥也减得挺 减肥好像也整容了 好像也整容 这是真的吗 我好像 好像你不让芙蓉姐姐在 好像是不是可以不负责任的 但是现在出来那个照片呢 感觉跟当年就说 就是我不管我出现在哪里 马上就会有这个什么热烈的目光 把我从人群中揪出来 跟那个时候形象真是不一样 芙蓉姐姐据说现在只有86斤 是新的励志偶像 前两天还开演唱会 没错 然后很多人说那个 这演唱会肯定就不会有票房的 人爆满 然后有一天我的一个粉丝 在下面给我评论 就说芙蓉姐姐 你想你胖得跟猪似的 芙蓉姐姐人都86斤了 你看到芙蓉姐姐你不惭愧吗 我说我很惭愧 那咱们一起学习一下 他们还专门找演唱会 人家就说真是 至少九成的上座率 芙蓉姐姐的演唱会 我们可以看一看 渴望快乐 渴望幸福 渴望我身边 有一个关心我 爱护我的男孩子 和我一同的人生风雨 共嫁真爱红墙 多少粉丝来着 芙蓉姐姐有2511745 十分钟前 个粉丝 我天哪 这个你老开微博的 这么弄出名了 或者点击率很高了 是不是生存问题 就能解决 基本上没问题 这个时候 就成富人了 对你知道王硕对成功 有个定义 那个定义叫 什么叫他们成功 不就赚一堆臭钱 啥子知道吗 那你把你自己当什么了 你不是也整天在上班混吗 我觉得呢 就是我长得当然跟罗一凤 差不多了 但是我觉得我还有点操守 我不是真的扮演小丑 大概在微博上 你能发现有这么几种人 有一种人呢 就是他在扮演理性 理性的角色 有一种人呢 扮演正义的角色 然后有一种人呢 扮演无聊 就搞笑的角色 但是他一定也会有这种 其实我觉得像 芙蓉姐姐 罗一凤这种人 反而有他的价值 价值在哪里呢 你比如说一直以来 我们看电影 看这个文学作品 女英雄的形象 在中国几乎是 一个妈生出来的 就全都是一个模样 这女英雄呢 从来都饥饿如仇 坚真不屈 连利嫁都没来过 然后就是 但是那时候 全是那个一个模样 就我觉得看久了腻了 我就说这种高大权的 这种臭味 实际上需要 用另外一种臭味来解 这个他说这个 我想起来了 我看这个微博呀 像个大戏台呀 真的是 我也不敢说 这些个网友们 给他们制造点击率的 这些人是傻那个什么 那都是善良的人 人民群众 我不敢说那个 但是呢 的确 我能够感觉 那可真是扮演 就是你扮演一个 你选择的 这里边你看 微博里边有眼正人君子的 你知道为什么 我有时候觉得 这个人类社会最大的问题 就是大多数的人的问题 为什么 你比如说 别人我不了解 但是可能其中开微博 有一些是我了解的 有一些是我的熟人 那么你知道 我在看着他这个微博 他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要知道我的心里是多么的恶心 同时我会觉得 那些捧他的那些个粉丝啊 你们呀 你们是多么的愚昧 就是说 这种小人 哎呦 就是说我们自个儿 朋友太了解这人了 他能在微博上扮演这么一形象 而且还很多人追捧他 跟你什么似的 你知道吗 你就格外能看出这两张皮啊 这是眼啊 这个在微博上有一句话叫 无图无真相 你说的是谁 放个图上来 真的是 其实你说他是不是女英雄的 是不是女英雄 扮演是不是女英雄 我不知道 但是我必须说 他们像这样子的 您把他归类叫无聊的这一类人呢 他们绝对是微博上面的一道风景线 我记得有一次我拍完一个广告 那天真的很折腾 特别冷特别累 我们后来一群工作人员挤上一台车之后 有一个工作人员就说 啊终于收工了 我终于可以上去看看凤姐了 对他来讲 那个是解压 那个是他解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他还不敢粉他 他还不敢粉那个凤姐 他是每一次都得单独的上去关注他 然后看看他今天又说了些什么 对 然后他就来跟我们分享 所以也是个英雄 我觉得 就是说你要就就为什么呢 就是我也是他这个凤姐 咱不说这个大灾大难的时候啊 就平常他这个言论 我确实就哈哈大笑 对他 我觉得他就是那 比如他说希望这个什么赖长星 能说一句我爱罗云凤 是挺可乐呀 这个还不是最可乐 最可乐的是 陈冠西的验证门事件之后 他就说我想跟陈冠西 大意啊 我想跟陈冠西来一趟 然后后来呢 就人PS的两张结婚照 就是一个陈冠西戴个军帽 穿那种军服 另一个罗云凤 也戴个军帽穿军服 两人结婚 下面三个大字结婚证 看着那张照片的 很少能有忍住不乐的 对啊 对啊 其实你说我在台湾 我看到这个台湾艺人呢 这个综艺节 他都很有现身精神呢 那他你要说是扮丑做怪 那对对台湾台湾综艺节目 对有有有有有有个叫什么呢 鼠点忘祖 也不叫是叫什么 陈呢 陈汉点 陈汉点啊 那就是那种 就生死历劫呀 那你说那个怪不怪呢 他其实还蛮有一点点小才的 会模仿 会模仿 然后其实他的冷笑话 讲得还挺好的 这算有一点才艺 那么凤姐的这种东西 能用不能说是才艺 还是说 就是小丑 就是你比如小丑 他一定有市场的 你们有没有去过 下边就中国那种 下边的现一级的 相一级的那种 演出大舞台上去看过去 那里的主持人呢 就是完全是在出丑 出丑 但是呢 他表演得越低俗 下边的掌声就越热烈 就是我觉得低俗跟物聊 都是一种需求 其实呢 刚才看完那个 陈汉姐姐那个片段之后 我心里面其实有一点点 就有点酸酸的感觉 你刚才有没有听到 他那个台词 我想要求生 我想要幸福 我想要快乐 其实不管你长得 什么样子的人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 最终极的目标 谁不要求生 谁不要幸福 谁不想快乐 他们只是用 他们自己的办法 在扮演好 一个这样的角色而已 猪头也有梦想 对 你比如说 我觉得我现在发现 有些这个社会发展太快了 有些演出形式 咱就不太能理解了 你比方说 这个 郭德纲 你给他加个画框 他在舞台上 他也是做小丑表演 我们能欣赏 我们也很可乐 还觉得很有才艺 那么但是他下来的生活中 他是一个较为正常的一个人 对吧 但是现在出现这么一种演出形式 这家伙就是戏如人生 他直接 但是他的舞台是网络 是 他也有 但是呢 这个就 为什么 你要是大家都明白 他在演的时候呢 本身又会减低 他演出的效果 是不是这意思 大概罗一峰呢 我想他对自己还是有定位 就是他 应该是知道 人们需求哪一种无聊 就无聊那分等级的 现在是消费品 对 大概人们就是 现在市场上缺哪种无聊 我就制造那种无聊来贩卖 那然后 这个容易吗 你觉得你比如说 要这样能发财 发财那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那很多穷苦人民 是不是都可以这么做 对我觉得人家都能发财 就是罗一峰 就是这点 你说他也没伤害任何人 他也不贩毒 他也不干什么 就是他这样发财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样发财 比很多人发的财要干净的多 对吧 那就会不会去一拥而上 引起八相过海 但是这种呢 往往只有一个 你比如说你首先 就在长得像凤姐 那么有个性才行 因为国美你说这个这个 你说天天夸自己漂亮 这个也不成为笑话 没错 没错 而且我们讲如果说你把这个当成一种成功的话 成功的模式 这种成功是不能被复制的 就是富蓉姐姐的这个 他又不是唐俊 二百多万人 而且他自己自新浪认证是网络红人 北京芙蓉天下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CEO 他现在是CEO 他自己开的经纪公司嘛 那你说这种成功能够被复制吗 我刚才不是还跟你讲 你在这张桌子上面 已经提了几个 在网络上试图炒作自己的人 刚才讲的那位甘露露小姐 对对对 我就一并的查了一下他们资料 他的粉丝少得可怜 那其实 为什么都脱成那样了 样貌最娇好的 身材最好的 这个反而 这种呢 如果用这种手段来炒 反而不行 那必须是丑的 就是这个看着不像个人的 用这种方式才能炒成的有效 我去可以 你去你没戏 你去呢 得想别的办法来炒 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现在想起 有些人对这个事 往往会有一种 觉得事风日下什么的 我就想起王猛 也做我们的节目 他就讲 他当文化部长这么多年 他就说 他说实际上 我们有一种 不太有必要的担心 经常 是什么担心呢 就是说 我们老会有那么一种思维模式 就是说 要是大家都这样 他说实际上 这个问题往往是个假问题 对 不会大家都这样 也不可能 大家都这样 但是我们有些个 就比如说未到之事 他会觉得 如果这玩意可以当榜样 那家伙全国人民都学凤姐 那还了得 但实际上这是永远不会 就是学雷锋的时候 都没有全国人民都学雷锋 就正面的榜样都做不到 这么大效果 你刚才把这反面的榜样了 江江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那我倒要问问你 你天天泡在上面 是为了什么 或者说 你有个幻想当中 自己要扮演的微博角色 演绎什么人吗 其实我刚才这么说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 就想到我自己 我现在有83万粉丝 没放解多是吗 差距很大 不多也不少的这么一个量 但是事实上就是 有这么多人在关注 我发现我自己的悄悄已经变化了 我刚刚上微博的时候 那时候在那一起开玩笑 有点说点粗鲁的话 说点脏话 骂了就他骂的都没问题 现在就不好意思骂了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一旦 你比如说我现在再骂一句啥 大概这八十几万人 就不是全看 就至少有几百个人在骂我 就是你作为一个 什么说八十几万粉丝的人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他会对你提出要求来 他们这个要求反过来 会对我施加影响 然后我其实 你比如说 多数人的暴政这个词是存在的 就是我大概是 我现在 我既以我这八十几万粉丝为荣 但是我也同时 我也被他们绑架 是 我一开始 我刚到微博上 我还组建了一个秋裤党 不是有个时尚达人 叫说这个 如果你是一个时尚人士 你穿秋裤 就是不可饶恕的 是 咱朋友 没事 但是呢 我当然我不是时尚人士了 我热爱秋裤 所以我组建了一个秋裤党 我可以当你的党员吗 在全国各地 分各个设施的党职部 比如我当这个 这部书记有什么好处 我说这个好处搭搭的有 什么这个出入警卫 整个小汽车 小压楼 三十六地的女秘书 那个时候还可以搞笑 没关系 现在呢 就是 就是我被逼着 成了一个盗梦安人的人 就是你被你自己制造的角色 反着一个监狱给困住 你像这我想起像这个 这真的是改变人的一些生活心态 那个任志强 进这个棚的时候 他拿这个ipad就在这 然后我说广告之后见 他广告他也放 我说现在录节目呢 咱能不能停几分钟 他说那不行 我说为什么不行 他说那他们就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说他们为什么非要在这几分钟 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看他形成了一个 这个感觉 就是我不能控窗 对 不能 那个真正的微博控 说到微博控 想到另外一个词 听说个脑控这个词 脑控是什么意思 这两天呢 在微博上吵得特别热的一个词 就是 你这个脑袋 通过某种仪器 可以控制你的大脑 啊 几分是科幻小说了 然后在百度有个脑控吧 里边传讲个怎么样 控制一个人的脑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微博就有这个脑控的那个 就是真正的脑控 就真正我可以 其实你要听我的指令